你要洗頭 好好好 會不會是 一個框框 愛乾淨 很好喝 嗨 嗨 不經道大學 我們現在來到一間 勤勞樸實陽光非常大學校 看我... 那我今天問問問題是什麼呢 在這個勤勞樸實的學校 會有同學這麼懶不洗頭嗎 頭沒什麼啊 不行 我覺得要洗頭 應該會有味道吧 就是頭皮味 不會啊 還好 像台北之後比較多 我直接高雄都幾乎完全沒有 所以大家到一圈常常不洗 沒有啦 我現在就繼續參加劇吧 GO 你可以接受你的另外一半幾天不洗嗎 兩天吧 你要出遊就好了 兩天嗎 那你最多幾天不洗好了 那一天三天待在家裡就洗 兩天都洗啊 沒有我姐妹 沒有我姐妹 兩天 抓完幾天 其實是一天 可是如果他有一天就是沒什麼流汗的話 他就太大 我每天都很想 先把 不會髒髮的 對 對 T2這裡 每天洗頭不只三把子 而且對頭皮其實也不好 對... 因為有時候冬天可以兩天在洗頭 也不會流汗 戲炒 我幫你聽 戲炒 什麼戲 要記性 不要洗頭 好好 對 對 一個框框 愛乾燥 就是兩天 今天是明天的一定要洗 OK 我們問完 接下來 蠻平均的 意思是說 毅力每天都要洗 只是兩天可以 可以兩天 就是大部分人接受就是 那你今天不行 那明天就洗 不行啊 我真的覺得每天都要洗頭啦 對啊就是個人習慣 有些人真的會覺得 很堅持 很髒 而且會覺得全身不對勁 對我是全身不對勁 你會覺得怪怪的 我小時候也這樣 哭成之後 媽媽在教你洗頭的時候 就是沒有每天洗頭的習慣 從小就是這樣 你就會覺得那沒什麼 但是如果你從小都是 每天洗每天洗 你一定會覺得 沒有洗就會覺得全身怪怪的 因為那就是一個 你每天必須做的一件事情 等一下 不是 你剛剛說你小時候每天都會洗頭 然後長大才不行 那是幹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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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後面我比較認真的在講是這樣 好啦好啦 反正就是自己個人衛生習慣 你自己注意 另外一半可以接受 我們也不多說什麼啦 你要塵跑 不要塵跑 真的不要塵跑 就說吧 要塵跑 時間很多 活動也很多 學校跟社團都有 對 塵跑 對 塵跑太廢文 學餐超難吃的 超難吃 對 我們有獎金 有強制獎金 蛤 對 名字是全包啊 就是 太壞了 二年級 對 要跑步很累 要招勒 很累 神跑是幾年級 大一 大二是一個禮拜一次 然後大三 大三 大三 全體製作 班上每個人 這樣很好欸 這樣很好欸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就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們個人頻道 還有Coopynau大學的頻道 我是美香爸 我是資訊宣言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囉 掰掰 掰掰 我們可以聖誕節是25號 對啊 聖誕快樂 耶